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我最后还是选了一个题目 那我觉得这个题目就只讨论它就好了 那跟大家的生活也比较近 这次想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有关于说 这一次为什么民进党一定要成局 就是任命他当检察院院长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其实我就分几个部分讲好了 第一个是国民党你们在干嘛 第二个是民进党为什么一定要提成局 其实这一点我们真的不懂 来第一个国民党到底在干嘛 一开始他在霸占场地 然后吵着要冷气 说太阳花雪运可以霸占 所以他们也要 这个我要来分析一下国民党 我觉得你们目前啊 应该是还没有人可以帮你们做通筹的决策 因为我觉得冷气事情我就算了 因为真的很热 我也不要被冷气的事情带风向带走 那你知道吗 在里面没头没尾的做直播 又没有人看 你觉得你的受众 就是你的投票给你的那群人 你想要沟通的那群人 是会看直播的吗 你的受众你的族群 是LINE里面 然后脸书社团里面会疯狂转贴图片 文字 或者是修剪过后的影音的人吧 你去做直播 一定不会有人看的啊 你的数位诸葛亮在干嘛 我不懂 再来 你说太阳花雪运可以 你也要 你疯了吗 人家太阳花雪运是学生 他是没有决策能力的人 他去占领了 有决策的地方 他强迫那个决策者 改变决策 因为他把那地方站着 可是你今天是有决策的人 去占领了你上班的地方 你就在上班的地方耶 你就乖乖做决策就好 你占领那边干嘛 然后我再来说国民党 你这样真的不行 你们今天的举动很简单 你们其实就是要表演给 你的支持者看 你们奋力的样子 因为其实基本上从票数看来 本来就是会过啊 因为民进党要硬干 民进党一定会过 所以你们要上演的是 被民进党压霸 迫害 然后国民党全力阻挡 但是 最后民进党还是通过了 然后你们要拍摄影 拍照 側拍 然后发图片 发文字出去 这样不就好了吗 结果你们在上演什么 吵着吹冷气 然后搞没有人看的直播 占领自己的办公室 莫名其妙 这些都不用演啊 你完全决策 你完全做的事情都不对啊 再来 里面有一件事情就是 一开始 占领那个主席台的部分 再来就是范云的事件 这一次啊 范云事件也是 但是国民党也是 奔到一种极限 很简单 其实很简单啦 就是两党 他霸占主席台 范云跟陈雪生 在主席台前面发生了 肢体上面的碰触 那这些肢体上碰触 其实 可能在在场 陈雪生道个歉 不好意思碰到了 对不起 就结束了 因为范云其实有提醒他 这样子我不舒服 那陈雪生男生就说 不好意思 道歉 这样就可以结束了 结果 我们可以先听一下范云说什么 之前感觉到 有人在说 触碰我的下背部 腰的这个部分 后来转头一看是 陈雪生委员 我发现他用他的肚子在顶我 我跟他讲了好几次 你这样很恶心 很恶心 我想在场好几位委员都有讲到 那陈雪生委员 然后我还跟他讲说 你这已经构成性骚扰了 那没有想到 陈雪生委员不但没有表达歉意 他在缓慢离开的过程中 还讲说 这个不会怀孕就不是性骚扰 而且他讲了不止一次 后来又说用肚子 不会怀孕就不是性骚扰 除非我能够证明 刚刚他的行为能够怀孕 那才是性骚扰 然后国民党其他 干部 办公室主任 请我照照镜子 然后 然后国民党的另外一位委员 则说我当天看起来嬉皮笑脸 说我当天嬉皮笑脸 一副很爽的样子 然后呢 陈玉珍委员还说 请我不要利用女性的性别优势 我想这一连串的这种 二度伤害 羞辱被害者的方式 听完有没有人傻眼 国民党怎么会回这种鬼回应呢 然后陈雪生自己回什么 我们接下来听一下 没这回事嘛 我连一点意图 一点翻译 一点行动动作都没有啊 那肚子本来就是那么大 这个是天生的怎么办呢 是不是他说我肚子顶他 我肚子长铁钉啊 有没有听出来 可能原本陈雪生是真的不小心肚子太大 撞到他 但是范云提出来说 我这样不舒服 陈雪生硬要跟他讲说 啊你又不会怀孕 这种对话就像 我上一巴掌 然后跟你说 啊你又不会死 一样 人家已经跟你说不舒服了 你应该要回他的是 不好意思 对不起 不应该这么做 而不是回他说 你又不会怀孕 更扯的是 我们的金门王 他回忆什么 有一些女的委员就跟那个 不知道他们前面在聊什么 就说什么 什么姓骚老 我们要亲亲你 就是他们要亲亲陈雪生 这个是开玩笑嘛 金门王你确定你这样回忆 有好笑吗 或者是你有帮到你们的国民党吗 完全没有耶 我真的不懂 国民党现在到底在干嘛 就是个人化的作秀的方式 凌驾于整体党团 要做的很多事情 所以每一个人开始发疯式的疯狂作秀 自己找自己的特点 想要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出来 但完全没有一个统筹的概念 去做很多事情 比方说谁比较会讲话 那就让他讲话 谁呢 比较会善用社群 就让他用社群 形象比较好 就让他用形象 不会讲话的人用照片 会讲话的人就上影片 不同人做不同的事情 然后隔几天呢 我们的金门王又在干嘛 就是在投票的时候 他手又伸到林长佐的口袋里面 去掏人家的票 然后讲什么呢 因为我的选票就放在我的裤子的口袋 所以我不多做联想 但是的确是不太舒服 因为他其实在那边拉扯很久 所以后来我有一度是还蛮生气的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别人 摸他 我也觉得他碰我 我也觉得很不舒服 他有胸肌吗 我不知道耶 但是他有号称有拉扯 这样子吗 有听出来吧 现在的状态就是 陈玉珍就是什么事情都要做秀 一定要做秀 有做秀一定要有他 他不管其他的 就是一定要做秀 但做这些秀 完完全全没有 帮他们国民党加分什么耶 包含说其实他们在讨论这些性别的东西 其实你知道吗 他们国民党很多原本是军工教 教职人员里面的铁票唱 教职人员里面有谁 有老师 老师在讨论的是什么 很多是在讨论教育的 这种不当的性别平等的知识 是会让很多老师对他们反感的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耶 他们在不断的剥落他们的原本的票唱耶 那民进党在干嘛 为什么民进党一定要这一次要选陈菊 当监察院院长呢 其实我真心不懂 但是民进党就是硬干 就是要让他上 当然人数多就是可以做这件事情 我知道 但我自己的推论啊 我自己的猜测 陈菊既然已经在他脸书上面说 在他当上监察院院长的任内 他就是要达成朝野共事 他把那个修宪把监察院废掉 就等于说他把工作废掉 修宪难度很高啊 他要有四分之一的立委提议 大概就是二十几席 二十九席 四分之三的立委出席 大概八十几席 然后出席的立法委员要四分之三 他有决议 而且哦在公告半年后 他要举行投票 他要经过有效票的 就是选举人数的 大概是九百多万 投票同意 他才能修宪 他门票 他的门槛很高耶 所以我个人认为 陈菊为什么硬要这个位置 他主要 他就是想要 他想要在台湾的历史定位上面 有个重要角色 什么肥缺啊那些 根本不是监察院院长这个位置 一堆外围的国营组织财治匪缺 怎么可能会去做一个监察院院长这个位置呢 至于监察院到底要不要废这件事情 其实很多的YouTube 或者其他的Podcast 其实都讲 但我有个问题是 为什么要去废监察院 或者是考试院这件事情呢 因为他们现在觉得说监察院或者考试院做事 太少了 或者是 是肥缺没做什么事 那你今天假设考试院只能服务公务人员 为什么不把一些什么大学联考啊 其他的考试全部丢在他那边 加重他的工作量 就不用废除他啦 监察院也是 你现在只能弹劾或者怎样 你就把其他的工作全部丢到他的那边去 那是不是就会可以不用废除他呢 因为我一直觉得废除一件事情是很简单的 你把很多事情拆掉是最快的 可是 如果能在他已经架构好的状态下 你去增加或者是调整他可以做的事情 是最好的方式 但我觉得目前的状况 民进党为了历史定位 所以他要把他废掉 废掉后 就感觉很光荣的做了某件事情 那国民党在做这件事情就是 我要挡着你 不要让你有这种光荣的事情发生 对所以我要挡着你 不让你做任何一切事情 但我要无所不用其極 演出任何的花招 但他都没有一直想到 没有想到他演戏是要演给谁看 就上演出这一场监察院闹剧 不过这些就是台湾政治有趣的地方 我还是要提醒国民党一下 因为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好像快要被民众党去做替代掉了 包含说你看 现在柯文哲在跟上海的市长要做双城论坛 这个招数本来是国民党以前在做的 现在民众党在做了 那民众党接下来就有可能会慢慢收割 你们所有的选票跟所有的目标群众 如果你们再继续这样子胡乱搞的话 我觉得柯文哲就是要收割你们的人 但前提是要看他的那个党员大会开不开得了 对啊 好啦 这礼拜大概就这样子了 谢谢大家的聆听 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在我的IG上面回应我 然后我的IG帐号是BBOYI BBOYI 或者上我的脸书粉丝团 湾男湾男 都可以找到我 先这样子了 拜拜 拜拜